走進台南新市這老舊三河院住家 一股臭味托鼻而來 裡面全堆滿藏物 一股臭味托鼻而來 先中風 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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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二歲的阿嬤跟小兒子相依為命 兩人智能不足 導致不懂整理家戶 家裡成了垃圾堆 志工趕緊動員來幫忙 可以讓我們家屬的世界 感覺說 世間就像這艱苦的 所以我非常感恩說有這個機會 可以讓我們這樣服務 很感恩 這種境界讓我們去了解 說我們的 苦苦晚上的人都去了解 去看 所以我們感恩說我們今天 成功好 我們來付出 我們來祝福 感謝他們的幫忙 感謝 福福你 福良哥 在滿滿的祝福歌聲中 行動不變的樓阿嬤感動若淚 這一刻摩慈感受到 人間的溫暖 大安新聞 珍三美志工 邱麗敏 梁炳青 台南報導